詞曲 李宗盛 好 回到第三節的八年 新的八年 蒼桑 共產黨終於成立了一大 代表了十二個 十三個 十三個 經常記錯了十三個 十三個其實是不祥數字 所以共產黨是值得不祥的 但全國只有五十七個人 當時是黨員 今天就五千萬嗎 真的很多倍 有沒有五千萬 他自己說五千萬 法輪功說退黨保平安 中間少了一點 我看過的數字很恐怖 一天退幾十萬 法輪功說 真的不知道 要問共產黨才知道 共產黨退黨保平安 香港的泛民也應該退黨保平安 否則年底被人民力量追擊 如果他不退黨保平安 就出事了 真的出事了 那說回共產黨先 共產黨和國民黨中間 我們下個禮拜也會講到 下個禮拜會講到 如何聯俄用共 如何靈港分裂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今天我們先講了 先講共產黨成立 共產黨成立了 其實全國只有五十七個黨員 說起來幾個資部 每個資部都很少 其實當中 陳獨秀 實際上共產黨是一個組織者 他們很懂得組織 陳獨秀提出 學回老家 俄羅斯 而工人為主 團結工人 搞工會 搞運動 工人之間 當時中國工會 開始工創很多 上海對上海 北京 天津 武漢 這些發達城市 廣州 很多工廠 很多被剝削者 如果是共產黨這樣說 對 共產黨說真的對 幫你組織 爭取權益 爭取福利 爭取薪金 這些好 我們很多人都幫人爭取薪金 這幾個好事 值錢 不斷做 日做夜做 都是幾個元 你組織工會 你組織工會 然後再吵一吵 又多幾元 由工會和智方直接談判 老夫也是 如果不是又罷工 實在是成功 當時全國搞了很多工會 然後成立工會 然後成立組織 他們叫組織 然後又吸收黨員 不斷開始膨脹 這個其實是他們短期的發展 當然要看回社會現狀 社會現狀 當然資本家 那時候真的剝削 工人的生活都很慘 工人的生活質素都非常低落 在那個環境之下 有一套這樣的人走過來 等於以前李卓人組織那些紮鐵工會 挺好的 托鐵工會 托鐵工會 又加幾十元一天 類似 老實說 剝削的情況 當然沒有當年那麼厲害 當年也挺嚴重的 當年又有地主 有龍 諸如此類 所以被剝削的階層 是非常仇視剝削階級的 當然 共產主義就可以在那裏生存 發展的空間 所以 在當時來說 共產主義的發展 是令到當時很多工人 能夠團結起來 爭取他的權益 但是我們又說回 在一大的時候 其實他開這個會議 不是一帆風順的 是 好像前來開了八天會議 八天會議 不知道八天九天 中間就 有些人說 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 是八月一日 七一日到八一日 對 八天 其實之前開了一大輪 在哪裏開的 錢丁 這個一大會議 在當時李漢俊家 當時代表李漢俊的家 在哪裏 就是當時在法租界 今天如果大家去上海 在淮海區那邊 就有一個新天地 新天地隔離那裏 就是一大會寺 還有保留番顏 對 保留番顏 當時來講 就是在法租界裏面 以為有租界的掩護 但是當時 法國人也擔心 共產主義在這個租界搞搞振 其實法國人不是擔心共產主義 擔心 擔心 喂 知道俄羅斯派了幾個人過來 喂 會不會在這裡搞搞振呢 這個就是問題 兩個都有 因為馬林一來到中國的時候 就已經引起很多人的關注了 因為馬林這個 他不是俄羅斯人 他是荷蘭人 後來就加入了共產國際 那好了 是不是一帆封信呢 法租界又被人盯著 其實隨時抓人封艇 沒錯 到了最後一天 他們決定去第二道開會 那去哪裡呢 你私下記載 為什麼 或者我們交代一下 為什麼要去第二道開會呢 因為開會的途中 有人敲門 敲門就是法租界裏面的巡警 和中國的密探 然後呢 就一起進去李漢進的家裡搜查 於是呢 李漢進呢 就覺得 咦 不要了 不要再開會了 用什麼呢 被人呢 就是全部 逮捕 於是呢 就跑去其他地方 去哪裡開會最好 最安全的呢 因為上海很繁華 但是繁華之中 有很多人盯著你 最好呢 就上船開會了 去哪裏 那個船呢 就去遊覽哪個地方呢 好像西湖 南湖 嘉義的南湖 我們好像有船的照片 看看船 就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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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是一個遊覽景點 是 即是十三個人 應該這麼說 九十年前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最後那天就在這裏開會 結束的 就在這裏結束 就在這裏結束 這樣就 相傳 船誰租的呢 就說 李達的夫人 就出面去租這艘船 那時候呢 就在船上去開會 那有什麼好處呢 當時就說 第一 沒有監獄 沒有了 那艘船出去了 湖中 沒有人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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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就是說 當時那個湖 所在的地方 離開上海比較近 所以那些代表 就可以一天來回 不用奔波勞頓 這樣 好了 剛剛提到 李漢俊這個人 他是共產黨的上海代表 是上海代表 是上海代表 是留學日本的年輕人 後來就跟陳獨秀和張國濤 意見有不合 後來他是脫黨的 離開了黨的 最後就是 你離開而已 我不讓你離開 我開除你 開除了黨籍 我離開 我不讓你 我不批你 我開除你 他把你離開 最後就是被貴系軍閥殺死 被人拘捕 1927年的十二月 也是短命的 文書又好像被人拘捕 軍閥抓了他 那時候是清黨的 不過也要說一說 一大開完會之後 有什麼成果呢 一大開完會之後 宣佈組織了一個叫中央工作部 正式選了陳獨秀 做總書記 所以陳獨秀從那時候開始 正式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第一任的總書記 陳獨秀做了幾年總書記呢 是做了五次代表大會的總書記 就是由第一次的全國代表大會 到第五次的全國代表大會 都是陳獨秀做黨總書記 在這裏呢 我想帶一帶給各位網友聽聽 其實當時陳獨秀 他提出搞工人組織 搞工會 這個是發展路線 中央共產黨 當時因為他這個主張 令到他是一個很大的發展 也吸收了很多人 後期第二年見到成效 很多地方有暴動 不不暴動 就是白宮 工人運動 工人運動 工人運動都相當成功 也能夠有一個見效 另一個是因為這樣 這個路線上 他最後其後 國民黨清黨 最後共產黨 在城市的發展比較落後 其實當中提到李大超 李大超提出當時的路線 就是發展農民 中國以農立國人 農民最多 農民最多 希望在農民裡面 即是吸收組織去壯大 這個他有一個 其實當時有些不同意見 李大超就被張特林殺了 但其實毛澤東 毛澤東雖然作為長沙待遇 但毛澤東其實就是李大超 根據圖書館幫助他 得到很多真傳 最後毛澤東發展農民革命 這個也是共產黨後來成功 也有些少少的瀑布 不過這裡也要交代一下 為什麼當時中國共產黨 以工人為主要的團結對象 以及所謂的運動對象 因為他們覺得當時的農民 雖然是人數最多 但是農民基本上 在他們眼中 是比較思想 比較落後 而且文盲 即是不識字的人 是十分之多 所以如果用共產黨的屬語 就是封建性太強了 不可以是塑造 於是他們覺得 都是以工人為他們的組織對象 是思想單純 是思想單純 又沒有讀過書 又不得你沒有 他不認識 原來報索後 他提出一個口號 當時叫做分田分地分產 工人其實沒有什麼分 分一間廠給你 沒有什麼分的 農民動 分田分地聽見話 流口水 你被地主壓榨得這麼厲害 分了地主的地 還分了測試 這麼厲害 當時的工人 農民 沒有老婆 中國的老婆 很難娶老婆 對 地主家庭 這麼多妾事 你看 其實某個程度 當時 毛澤東領導底下 這個吸引力 令很多人加入 沒辦法 不過要說一下 當時陳獨秀 他組織共產黨 其實他付出很大的代價 這個大的代價就是在他家裡的方面 因為陳獨秀有三個兒子 一個最大的兒子叫陳崇年 第一個兒子就是陳崇年 第一個就是陳橋年 第二個就是陳賢年 第三個就是陳崇年 第一個兒子和第二個兒子 都是在後來的政治鬥爭中被殺的 剩下第三個兒子 陳崇年 就是留下來的 所以他這個代價 就是付出很大的 後來 1953年 毛澤東 就是去訪問這個 安慶的時候 就看到陳崇年 就問開 對不起 我說得亂了 就是 毛澤東在這個安慶的時候 就問一下當地的人 咦 陳獨秀也是在這裡出生的 究竟他的親人是不是在這裡 當時就說 當時的地方上的黨領的人 就說 他的第三個兒子還在這裡 毛澤東就說 陳獨秀的子孫也要照顧一下 於是就給了三十元一天的津貼給他 從那時候開始 三十元就很多了 當時來說 也很多 三十元一個月就很多 所以從事共產主義的鬥爭 其實那個付出是很大的 其實陳獨秀的萬年都挺坎坷的 沒錯 一被共產黨踢出去 搞革命那些真的很淒涼 所以麥兄你不要搞這麼多革命 我們不搞革命 搞民主 民主不怕 搞革命那些 萬景通常都很淒涼 好了 他在1932年 10月15日 國民黨當時出巨賞 要捉拿 他在上海租界被秦寶房 就拒絕了 拒絕了 因為他也是很出名 有很多人去補他 怎麼補他 我看看資料 大律師 張士超 張士超 他免費給他打官司 這些都不奇怪 原來當時有誰跟他講話 胡適之父斯連這些都是濕碎了 在1932年10月8日 德國大科學家 愛因斯坦 寫信 去電給蔣介石 還不奇怪 還有羅蘇 知名學者羅蘇 羅蘇是來過中國的 都同樣向蔣介石 要求他放任 但是當時共產黨 因為德國民黨很慘 所以蔣介石都不為所動 這些超級大科學家 世界知名的學者 加上中國本身的有名學者 蔣介石都不理睬他們 因為可能清黨之後覺得 蔣介石認識共產黨太深 他覺得這個黨是沒得救的 只有禍國殃民 當然現在證實是對的 當時也沒有人諒解蔣介石 判了13年 如果是這樣說 其實當時13年也算輕的 老實說 蔣介石是一個口硬心軟的人 這些人看他兇神惡殺 其實也有一個對文人 尤其是對自己分子 他不像毛澤東 毛澤東是最討厭自己分子的 因為他讀書不多 是 陷介石見到讀書人 他就討厭死了 對武功名 蔣介石不是 蔣介石是挺著重文人的 結果呢 他1937年8月23日 就提前假釋 放了他 但是沒用 共產黨是不收留他 他也不收留 陳獨秀是死中派 他覺得中國共產黨 仍然需要支持 這些人 這些人 其實陳獨秀 中國共產黨是第一任總書記 後期是補了他的名字 好了 共產黨當時發表了一篇文章 叫做陳獨秀先生從何處去 其實這篇文章發表了之後 陳獨秀是承認過去的錯誤 陳獨秀也是文人風骨 死不認錯 當時來說 也可以這樣說 因為在其後 中國共產黨是受 共產國際的影響 十分之大 應該是直接控制著中國共產黨 所以陳獨秀 一直都是反對 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控制 所以陳獨秀並不同意 當時是中國共產黨所走的路 因此 跟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所謂分道揚標 所以當時的共產黨的刊物就說 陳獨秀接受日本人的津貼 又做日本漢奸 唱出來鬥上來 陳獨秀又要寫信去駁斥 覺得太辛苦了 我這樣搞來搞去 我一屆文人 我也是研究學者 我也是一個中心於共產主義的人 共產學說的人 搞到現在同執操歌 他自己都覺得很同執 結果他都歸人了 最後他都廢了你們 其實這樣說 當時的中國共產黨 其實對於陳獨秀來說 是不公道的 為什麼不公道呢 就是因為在第五大 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 忠然選了陳獨秀作為總書記 但是當時在共產國際的控制之下 竟然自己另立一次的會議 就把陳獨秀踢走了 並且扶植另一個人 就是後來的渠秋伯 這個我們後來再說 令到陳獨秀不明不白地 失去自己應有的領導地位 所以你說這個人 他對共產黨的忠誠 有跡可尋 他放了出來 當然蔣介石沒有殺他 最後找他做勞動部長 想找他做的 他不做 他不做 蔣介石找他做的 他搞工會真的有一手 那不肯了 他又打算付錢給他出 新共產黨 組織政黨 你拿來和中國共產黨對撼 你是新共產黨 他又不肯了 最後胡適說 不如我請你去美國走個圈 他又不肯 胡適 這個人 你看到他 很堅固 很有風骨 所以其實陳獨秀 當時來說 是一個很值得尊重 和尊敬的人 話說回來 他當年引入共產黨 他因為要救國 還有希望在中國 在中國裏面 創造一個 究竟有什麼學說 可以救到中國 他覺得共產主義是可以救中國的 是獨流 還有那個餅畫得很漂亮 很漂亮 又是烏托邦 人人平等 挺好的 每個人都收入高 吃大鍋飯 多開心 你又尊重我時 我也尊重你 但是 他寫共產主義的時候 他沒有想到人性 不不不 共產黨原來是這樣 他沒有想到人性 按照計算是正常的 你賺多少 我賺多少 我們這裡這麼多 大家一起賺錢 然後大家再攤分 本來這個真的是烏托邦 人性 人性不是這樣的 人性 我找到我拿出來給你 你也知道 我當然要收起來 你這麼蠢 你賺了兩元 你賺了兩元 我賺了五元 我賺了五元 沒有理由 他忽略了人性 本來就是這樣的 其實他有一個 當時來講 可以這麼說 他們是想著 從一個學者的角度 從一個學者的良心 去引入社會主義 共產主義 去作為救國的方向 是 並且自己實踐去做 誰知道 原來搞了共產黨 後面有一個第三國際 共產國際 指指點點 接著還是太上王 這些事情怎麼頂 所以其實他接受不了 所以有一個抗拒 當時來講 陳獨秀的主張 其實後來證明是正確的 共產國際對於 中國共產黨後來的影響 現在說的負面影響 其實真的太深了 所以有人說 三十歲之前 喜歡共產黨 是因為他浪漫 喜歡浪漫 三十年代 已經這麼說 三十歲 三十歲 喜歡共產黨 因為那個人是追求浪漫 共產主義很浪漫 五十歲的時候 還喜歡共產黨 就愚蠢了 應該這麼說 如果三十年代 你是喜歡共產黨 因為他比較浪漫 如果今時今日 你仍然覺得喜歡共產黨 你就瘋了 你真的沒得救 現在大約香港不少人 真的沒得救 不只是真心 只是假意 對 有很多人仍然覺得 共產黨真是救了國 可能你不知道什麼叫共產黨 那倒是 很多人都不知道什麼叫共產黨 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沒人知道 現在又叫做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又叫做社會主義 初級階段論 現在不講這個 現在不講 現在講的是什麼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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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級階段就過了 過了 他現在已經翻兩番 GDP已經翻兩番 所以他就不講這個 那好吧 時間差不多了 我講完最後一段 陳陸秀又去武漢 重慶 在重慶病了 周恩來和朱韻山 去醫院看他 其實這個人 陳陸秀沒有銀 周恩來說 我打算給他一百元資助 他說不要 但是他不要 為什麼 他靠稿費 微薄收入來做醫藥費 結果那塊錢沒有要 我不知道當時那塊錢有多大塊 結果他沒有要 靠微薄薪水 結果最後被醫院趕走了 沒有錢 沒有錢 就是窮病人 對窮病人 趕走了 這個情景 今天 趕走了多多 是 有錢先醫 沒有錢就麻煩你 先給保證金 不是不幫你醫 到1942年5月27日 陳陸秀就病死了 這個四川江津學生平山 平石牆 醫院就小 中年就63歲 都算是 都不算短命 都不算短命 不算短命 是那個年代 過六十都應該叫做長壽 長壽了 都可以 陳獨秀一生為國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後 其實有很多總書記 都是很坎坷的 對 一個就是陳陸秀 剛才我們介紹 另一個就是 我們下次再說的 渠秋白 還有一個影子總書記 就是李立三 都是很坎坷的人 我們待會兒就可以下次再說 不過我想帶個印子去給大家 工會的勢力 共產黨組織工會的勢力 非常龐大 最後在1942年 就在中國爆發了 跟香港正有關的 就是罷工 省港大罷工 省港大罷工 這就跟香港有關了 香港行路上廣州 就是因為省港大罷工 昂州州行路上廣州 廣州支援罷工 所以很多人上廣州 就是支援大罷工 還有上海也有罷工 武漢也有罷工 這些罷工 就是共產黨在工會的根應澎湃 於是這個效應 令到很多工廠都做了工會 這個在某個程度上 共產黨搞工會很厲害 香港也是 是嗎 香港有一個工聯會 然後有一個勞聯 這些都很厲害 他們搞工會都很厲害 那他們不是有錢派嗎 是嗎 1967年暴動的時候 那些工聯會周圍叫人去罷工 然後每個月給他們五皮 每一天 每個月 是嗎 給他們五皮 總之你罷工就行了 他們大巴爺的錢 雖然大陸很窮 但是仍然支持香港的罷工 搞文革香港的嚴重 當時也是 當時蘇聯是有錢給共產黨 有資助 有資助 當時舉個例子 比如陳獨秀 他做了第一屆總書記 其實蘇聯每一年給他400元 不少 不少 這是黨的津貼 好了 今天到這裡也差不多了 下一集再見 下一集再見 1922年了 聯俄用共 1922年了 共產黨加入國民黨 開始 那時候跟蘇中山談好了 希望能夠你中有我中有你 但是聯俄用後 其實令國民黨很頭痕 麻煩了 所以很多時候 國民黨 兩邊都是一樣 三個國民黨中間有共產黨 就是這樣 下一集我們再說吧 下一集再見 拜拜